一個雲道拉 意大利趴街 我預測的時候清楚說了一定要抄派路的433 若果你看得到是三中堅兩個前鋒的話 清楚說了 意大利將會失去了明年世界盃的入場券 不會再見到意大利的了 說完了這個雲道拉依然是用352陣式三中堅 前面兩個前鋒音樂比利 這次是搭著加比亞電器 我看波的時候 我看到直播畫面裡面 後備的陣容坐在那裡 那班人其實是更加進攻營 出這班後備的陣容可能還會好些 同樣啦 雲道拉352陣式 前面兩個前鋒可以說好少少 叫拉開少少少啦 沒有黏得那麼近 但理論上呢 其實這場球 意大利正選陣容個別球員的實力 還比手回合差 如果你這樣都入到世界盃呢 在直播的時候我就在想 肯定是個天完全眷顧意大利的 但到8分鐘就看到原來不是了 是有個12碼沒有給意大利 這球球是踢到腳的 去到10分鐘的時候 三中堅 意大利今天 後場猜球差點失去 運作得很不順利的 去到15分鐘了 那波利的中場球員 佐真奴就送個直線下去 給音樂比利插入 其實呢 在中間插入 對方是非常嚴密的 你這樣的話 通常都沒有辦法插下去 是可以立刻面對到龍門 或者角度好 這次插了下去 其實已經下了底線了 沒有射門的角度了 不過啦 意大利去到15分鐘 才叫做具體入到禁區 有個小小的機會 就明顯 現在意大利走的路 是非常難走的 這樣其實難度更高 明買明賣 早斬早著 433兩邊明買明賣的威脅次數 一定是會多過你這樣從中路進去的 那你現在一開段 就沒有給壓力這個瑞典的後防 結果呢 瑞典就可以慢慢養精蓄餘 你352陣式 兩邊只有一個人 所以你會發現 瑞典的兩邊防守球員 很容易就阻擋到斬球的意大利球員 因為只需要用一個人去防守 一個人而已 結果你會發現 意大利兩邊的球員很辛苦 要自己不停個人突破 才可以全中完全浪費時間 不是早斬早著 所以對方的後衛有足夠時間的準備 而因為你不是早斬早著 所以自己的前方也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斬進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跑動的配合 所以你硬見 他們即使有高空軍閘都好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用 因為完全做不到我的要求 早斬早著 去到23分鐘了 才見到第一次有可能構成機會的早斬早著 由後場交上來右手邊的簡達華 今天都是踢右翼圍 終於都叫做到一次半次我所說的中短期進攻 一過了半場立刻做事才是中短期進攻 這樣才是我的要求 但是去到二十幾分鐘才出現第一次 說到中短期進攻 今天意大利都是踢得非常之緩慢 不順暢 拖離帶水 沒有盡快完結攻勢的心態 24分鐘了 但美安 為什麼有機會早斬早著 都要硬自己拖到底線才傳中呢 那又沒有了傳中機會了 26分鐘 瑞典在中圈就有少少失誤 令到意大利可以帶球上去做快攻 這次右邊的簡達華 真的有機會早斬早著 因為是前場的快攻 這一下雖然簡達華和音樂比利 兩個進攻球員 面對著六個黃色衫防守球員 但是其實這一刻 音樂比利是可以涉到近處去接應 簡達華將會的傳中球 但是他依然都是一直躲到遠處那裏 給三個黃色衫遮住 所以簡達華根本就沒有路線 可以斬到比音樂比利 音樂比利呢 他就踢反擊或者入攝就很厲害的 但是在禁區裏面 接應兩邊的傳中球能力 真是很一般 所以我預測的片裏面 未有是清楚建議了 一定要用比樂提做正選 音樂比利是只能夠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最好是比樂提 音樂比利是有用的 但是其實他的作用 就是在左右兩邊突破落底線傳播 這次就可以勞煩到加比亞電 來接應這個左路的地波傳送 是有機會但是把握不了 不過也都再一次是證明了 不可以出兩個前鋒 如果你有三個進攻點前面 左中右這樣 左右兩邊是有拉邊的前鋒 那就可以嘗試做這些 攝入去的傳中球 而433就是符合我這個所說的話 左右兩邊加起來是有四個人 兩閘 前面兩個前鋒拉邊 結果你左右兩邊有兩個人 那就可以輪流插入 或者互相幫助大家插入 你插入和你傳到球的機會 亦都是多了 因為對手見到你兩個人 難記一些的嘛 不過你352始終只有一個人 27分鐘了 幫老師這個後衛受傷 那當時我反而覺得有點開心 是不是很差呢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他傷了的話 就可以換到一個進攻點進來 你說多慘呢 這個廢柴教練是要搞到看球的人 這麼黑心才行 不過去到最後呢 都是沒有換人發生過的 幫老師叫捱得住 39分鐘了 再一次在中間放直線上去 這次叫黃金chance 但是都是那句難度是極高的 又要拿球 又要轉身 又要顧著龍門 又要顧著球 龍門衝出來 你又要顧著時機 真是很高級數的前鋒 才可以把握到 音樂比你級數又不是那麼高 做得不夠細緻 結果射球的時候 散中就是門將 要慢慢流下去龍門才叫入球 這一刻就被人胡到空門 不過我不怪音樂比你 我只是怪過教練 為甚麼要逼自己的對方 去做一些超越了自己能力範圍以內的事情呢 不過啦 你見到啦 意大利能夠這樣去插入瑞典的後防線 都可以說瑞典的後防線都算是差的了 如果你多些組斬組著 上半場的黃金機會 肯定不只剩下一個那麼少 而且簡單直接的方法 是對於意大利的前鋒球員來說 要求沒有那麼高的嘛 是會更加適合意大利打咯 現在行條這麼難的道路 真是好笑 42分鐘啦 你看一下 音樂比利幫手拉邊 多有威脅 這次呢 如果中間是有一個 懂得接應兩邊還出球的比樂提 你說多好呢 所以音樂比利是應該要隨便踢一邊 他不需要負責踢中路的位置 專心左右兩邊插下去 拉邊太重要了 不可以只有一個人左右後衛去拉邊 又再一次證明了派路433 根本是可行的 你多放一個中肩下去 去那條防線做什麼鬼 運到拉 瑞典有幾可攻你呀 44分鐘啦 羅馬的球員 科倫斯在左手邊插進去 有威脅啦 落底線啦 你看一下 只要左右兩邊突然之間出現兩個人 就有威脅啦 這次左邊就搭美安送個直線給科倫斯 插進去底線團中 這樣就配合到啦 所以科倫斯是應該隨便踢一邊 不應該踢中場啦 中場擺這麼多人又做什麼鬼事呢 半場誤換人啦 去到下半場一開始 簡達華右邊啊 全中球 這樣就逼到瑞典 球員犯錯啦 這次呢 就是接應球的 是達美安 在遠處根本就沒有人媽 拿了球之後呢 你就發現呢 就是二號仔的瑞典球員 拉斯定一腳踢低了 這個是達美安的 球證就吹雞 那一刻呢 我就以為是十二馬 但原來呢 球證是吹塔美安手球 進攻球員為例 那幾個慢鏡呢 我看不清楚是不是手球 那只可以說運氣呢 就不在意大利的這一邊 那但是 即使運氣不在你那一邊 你都要揭盡所能 去製造多些機會的嘛 五十三分鐘啦 那 達美安明買明買 再一次有機會啦 就是全中球啦 可惜啦 這次呢 就是科倫斯的窩裡 不中龍門 不過 每十分鐘才有一次 實在不夠多 一定要加速進攻的速度 例如中短期進攻的形成啦 他們今天是完全沒有做到的啦 還有一定要快點換人啦 因為我們多次見到 如果左右兩邊是多了一個人 就會有威脅可以幫手 全中插入 或者明買明買組斬 組著有全中的機會 去到六十三分鐘 我們見得到 有人準備啦 這次是比樂泰 還有 艾薩拉圍 聽到好像OK 但是換下哪一個球員呢 就是達美安這個可以幫手 左右兩邊拉邊的人 那我就不知道誰踢左右衛了 原來去到最後都是艾薩拉圍 去踢左後衛的 那我就想起乾地用柏道踢右後衛了 所以這個結構 今天呢 根本到現在換了人 都是沒有變 依然同樣是三中堅 兩邊只有一個人拉邊 而現在見到的 還要是兩個前鋒 一幕比利達 比樂泰 那其實這一刻呢 你可以叫基亞連尼去踢左後衛 那就會變回4-3-3 但是原來呢 這個教練是很不喜歡派路的意見 那所以75分鐘呢 簡達華都被調離場 這個是有最多全中球的球員來的了 都退下火線 就是說結構沒有變之餘 還要左右兩邊少多一個 沒有右邊拉邊全中球能力的球員 去到比賽的尾段 明買明買 還要買少見少 那結果呢 換了人之後 還可以更加武功勢 換了人之後 還可以衰過 沒換人那時候的 我真的要寫個服字給雲道拉 你還要不用欣蝕微那下搞鬼 沒錯去到比賽的尾段 都有個手球 應該要給個十二馬意大利 但是好心啦 不要再賴這些東西啦 搞到魚絲的田地 一定是教練的問題啦 你的戰術好少少 踢得好少少 左右兩邊 起碼總共有四個人拉邊 去做組斬組織或者後上插入 好像派路這樣踢4-3-3 就算球證有問題 都不會搞成這樣啦 所以都是那句的 這場賽事的總結 一個雲道拉 意大利趴街 一個分軍 你說多嚴重呢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今次 意大利的賽後評 關於意大利出局的這件事 我後續還會做少少片去講一講 也有可能會講一講幾十年來去評論近期 作為後衛要幫手進攻的這個言論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若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若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片 之前有個YouTube 插了一個廣告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好啦 那明天再見 那今晚可不可以直播呢 我要看一看時間